范澄澄啊了!爸爸6,实习爸爸一世换人了!最新奶爸是学霸男神。 中国亲子综艺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从播出以来到现在深受观众的喜爱,每一季的门娃都有超可爱,令人印象深刻。 如今来到第六季了,也即将播出。 早前由网友先后捕获最新一季的门娃与老爸录影,近日又由网友曝光一组巧遇爸爸6录影的画面,而且这次阵容中竟出现了新嘉宾。 网友23日在微博上曝光一组爸爸6班底录影的侧拍照,有陈小春手牵招子举Espir饺子,全身包镜爸爸包贝尔,还有原本带着一对儿女参加节目的杨硕,这次身边只有儿子一人。 此外,最让人意外的是,先前原本网络上流传的实习爸爸的人选员是范城城及碧文君,过去也由网友派到碧文君现身录影,手上还拿着爸爸去哪儿节目的任务卡。 没想到这次录影曝光的照片中,实习爸爸变成是赌王和红婶的四方儿子和尤军。 只见他身穿蓝色帽梯,手上还拿着摄影机,一人照顾两个萌娃,只见他微微蹲下似乎在与萌娃沟通,小男孩则是一脸茫然地看着远方,画面非常逗趣。 该组照片意外引起不少关注,不少网友讨论范城城为何没有出现,但也有不少人表示非常期待看到和尤军带小孩的模样,掀起讨论。